这一位是山头陈居士他问的 他有两个问题 弟子学乎多年 功夫不得力 但自知寿命短 家人又不懂佛法 生怕临终有障碍 如果临命终时做不了主 免不了六道轮回 如果在无法改变寿命之下 弟子更希望能求生进土 现在弟子应该怎么做 又有何方法使我寿命未踪前最为快速而有效地转变命运或延长寿命 这个问题记得好 因为与你有同样问题的人很多 你要想延长寿命 为什么呢 受命不是天注定的 不是上帝注定 也不是阎罗王注定 什么人注定的 自己注定 每一个人都有命运 命运从哪里来的 你过去深重 俗造的业 这一生中你所感到的报 因果报应 过去深重造的善业 那你这一生来的是相复 那你也会报 过去深重没有修善业 那这一生当中就要过很辛苦的日子 你要是真正搞清楚 搞明白了 你就会心安理得 不怨天不由人 为什么呢 自己造 自己造 自己可以改 这个算命看相给你算 算得很准呢 他不懂得不知道帮你改 那有什么用处 可是真正遇到好的 这个算命看相的 提醒你 那我们自己知道怎样改 改造命运的方法 在中国自古以来 太多太多了 例子太多了 但是把这个改造命运写出来 写成文字流传下来 最容易明了的 了凡思讯 这个书我们这里很多 也有光碟 也有电视剧来表演出来 这边都有 那么现在我们在中国 找的有这个隐居界 给我们派这个了凡思讯 派二十集连续剧 现在大概刚刚在开拍 希望大家知道之后自己就能够掌管命运 没有佛报的我能求佛报 没有聪明智慧的我能求聪明智慧 没有健康长寿的可以求健康长寿 你看廖凡先生 那个孔先生算命是很了不起的 算到他每一年也收入 简直是准确了 他是个念书人 每一年就参加考试 考第几年 考完之后一发榜果然不错 所以那个时候他就相信了 这一生皆是命 半天不有人了 偶然有一次 到这个寺院里面 去参访云古禅寺 跟云古禅寺在禅堂里面 做了三天三夜 他在那里静坐 一个念头都不起 云古禅寺很惊讶了 三天三夜不起一个念头 这个功夫不是一般人能做到的 就问他 你是怎么修行的 如何有这样的定功 他说我们有修行 我命给人算定 想也是妄想没用 所以干脆不想 云古禅寺听到之后 就哈哈大笑 我以为你是有功夫的人 原来你还是个凡夫 这在以后教他 改造命运的方法 应当要断无修行 把自己不善的毛病 要找出来 天天开 积功累得了 他的运全都转过来了 你能做的事 我应该就用了 谢谢观看